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宫崎说 那就是节清每月照料公子的费用 一共照料了91个月 按照每月25万日元计算 一共是2275万日元 差不多140多万人民币 这笔数目对于老两口来说很难接受 但也不能默然拒绝 毕竟关乎着公子 宫崎还不想晒拔甘休 他再次提出要找到公子 让公子亲笔写下 同意与宫崎断结关系的证明 才能放心离去 无奈之下 爷爷当着宫崎的面牙 拨打了宫子的手机 然而电话并没有打通 宫崎只能作罢 告别离去 3月7日上午9点 宫崎拨通了容葬家的电话 内容很简单 就是要继续讨论一下 宫子照料费的问题 他说如果不能一次性了结的话呢 可以先支付一笔地金 爷爷也有些勉为其难 告诉宫崎说 现在家里只有500万的现金 如果方便的话呢 可以现在到家里来取钱 然后把后续的合约呀 给签订完毕 其实这一步是警方和爷爷设的局 目的就是为了隐阳入室 当宫崎和僧女士走进房间 他们刚坐下 拿出一楼事先拟订好的合约时 隐藏在家中的警察呀 一拥而上将其支付 一个老练的行警 冷冷地对人在访抗中的宫崎说道 演戏到这里也应该差不多结束了吧 松永泰先生 听到这个名字 宫崎立刻变了沉默起来 说到这 大家应该很快就明白了 宫崎是个假名 而这也是警方在收罗了大堆资料 和人物信息匹配后 得出来 就连被宫崎监禁的七年的公子也一无所知 而与松永泰同时被捕的森阿姨 本名为续方存子 那么故事的开篇就应该以这两个人物进行描述了 松永泰出生在1961年4月28日金牛座 是家中的长子 父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他 而他确实也是一个标准的优等生 多次担任了班长等职务 据他当时的班主任回忆说 松永泰是一个争强好胜之人 有着一定的控制欲 对成为领袖有着强烈的意识 1980年 松永泰和徐芳淳子18岁 两个人从福岗县九流米市的同一所高中毕业 同校不同班 两个人的关系也只是见面而已 松永泰是当地制作榻榻米生意的 家境中等 松永泰虽然在学校是活跃分子 学习不错 但是后来也没能考上大学 对家族的榻榻米事业也不感兴趣 所以一直在家闲着 他看中了徐芳淳子 确切地说是看中了他家的企业 徐芳家是九流米市安武厅的名文望族 祖上是武士阶层 而徐芳淳子一家正是徐芳氏族的本家 在这个村子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徐芳家当家的叫做徐芳玉 有两个女儿 蠢子是长女 惠子是次女 蠢子闲尽乖巧 惠子则有些叛逆 徐芳家一直想找一个招门女婿 以便今后继承大爷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松永泰借用各种机会去接近蠢子 并在1984年成功得手 应该说 他就是利用了带着蠢子外出看风景的机会 将车停进了一间情人旅馆的车库里 然后拖着蠢子开了一间房 抢向了他 之后蠢子就一心愣着这个男人 松永泰一方面掌控了蠢子 并逐渐暴露出他的凶恶面目 他不但虐待蠢子 利用各种简单的纹身工具 在蠢子的大腿内侧纹上了太子 还在纹完之后觉得不够显眼 所以便用烟头在蠢子的胸口也烫上了一个 另一方面 他开始建立蠢子和家人的关系 他谎称蠢子的母亲静香喜欢上了自己 还单独约居和自己开了房间 年幼的蠢子对母亲有了恨疑 一边是母亲的背叛 一边是松永泰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 在1985年 蠢子因为精神衰落和营养不了 昏倒在了工作的幼儿园里 几天之后呢 他选择了割碗自尽 不知道是上天再给了他一次做人的机会 还是命令再次捉弄他 蠢子被救了回来 但由于此事还没有掩面 二老对于这个女儿失望透露 当松永泰听闻此事后呢 他赶忙赶到了医院 哽咽的告诉二老说 因为自己呀 刚刚开了一个叫做世界健康睡眠集团 买卖床垫 平时呢也很忙 蠢子呢 又因为到了法定结婚年龄 被家人催婚了几次 所以压力也很大 如果二老同意的话呀 他愿意把蠢子带到他那里去住几天 好好休养 虚方欲面露难色 但考虑到家族的名誉 也就这么答应了 而就是这一点头 虚方家全家人的命运就此改变 成功将蠢子控制在手中的汹涌泰呀 开始命令蠢子外出推销床垫 由于虚方家的社会地位很高 蠢子也认识很多的有钱人 所以销售不是难事 但是床垫的品质和适量不佳 硬是要吹喷 这样蠢子本身意识到呀 这样的销售方式 是几乎接近于欺识的犯罪行为 而松永泰却一直逼迫着蠢子 如果有反应 使用事先准备好的电机椅加以伺候 这种无法承受的连续电机呀 让蠢子变得形式走入一半 他渐渐的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内心开始厌恶自己 从而上师祖 整个人呐很呆滞 我也有一点他很清楚 只要按照松永泰的说法去做 他就能免于受罚 暂时得到平静 在松永泰的销售模式里呀 还有一环 那就是可以让用户先试用再购买 但是当用户真的试用完了之后呢 他就会以折旧费为由 让客户支付一笔现金 金额还是相当高的 不比买床垫便宜 如果客户不愿意 他就会当着客户的面牙 殴打员工 并且用求饶的语气 请求客户给点辛苦费 一般的有钱人呢 也会稀释宁人 但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1992年 纯子去到了市役员的家里 顾忌重演 这家的女主人 虽然最后也拿出了350万现金 但她认识纯子 事后把纯子销售和被殴打的事情 告诉了丈夫 两人商量后立刻包了警 警方也带着逮捕力 去了松永泰的公司 准备敲架勒索的罪名呀 逮捕松永泰 却发现她早在一周前 就已经声明 世界健康睡眠集团 资不抵债申请破产 留下了大约一亿日元的债务呀 之后遣散了员工 林叶带着蠢子 踏上了逃亡路途 在逃亡中呢 他们开始使用了化名 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 建立不同的身份和关系 他们随后逃到了小仓 也就是在上期中 所提及的受害人 亲至所在地 亲至那时呢 还是在做房产生意的 所以很自然 双方就联络上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点是 这个时候呀 松永泰和淳子 使用了宫崎和孙的假名 宫崎和孙呀 一开始不是一起出厂的 每一次续租和更换房屋 都是孙出面联络的 亲至注意到 孙很大方 每一次呢 只求效率 不在乎前 而孙也在观察亲至 并发现 他有一些贪财 容易忽悠 宫崎在听完孙的汇报后呀 打算从他入手 再搞一番欺诈事 他让孙介绍 把两个人联系在了一起 随后主将出场 宫崎告诉亲至呀 自己之前在美国NASA工作 研究了一套计算机程序 可以准确预测六盒彩 独买的中奖号码 股票的涨跌等 他正在筹集资金 进行软件的后续研发 亲至不懂技术 于是就询问了 100万的年回报率是多少 在得知能够拿回5000万时 他毅然决定 拿出200万进行投资 这其中50万 是闻父亲荣葬所借的 为此父子两人呢 还有了隔壁 说到款项后呀 宫崎就立即 以福布亲至的名义 注册了一家公司 并没完呢 用商讨经营方针的说法呀 去请亲至喝酒 亲至每晚就喝到两三点 然后回家睡了三四个小时 又去上班 这样一来体力不支 而原本公司的老板呀 也是看不惯他了 所以辞退了他 在他看似落魄的时候 宫崎提出要帮他抚养公子 亲至也可以搬到宫崎家 同住的同时呢 两人可以一起继续开创公司 亲至当然同意了 并签订了公子抚养权交接的文件 亲至搬家后 宫崎先是让他借酒消愁 并在他糊涂的时候呀 询问他 从业过程中是否有灰色地带 或者在房地产工作时 是否有一些灰输入 然后要求他用纸笔写下 次日呢 宫崎又又威胁他 承认这些错误 并且接受惩罚 否则就去警署告罚 而这所谓的惩罚呢 就是奠基 随后的日子 宫崎变本加铃 他要求其女儿公子 写下爸爸的罪行 如果不写 那么女儿就会受到奠基 如果写了 他就拿着这写的内容呀 去找爸爸确认是否有做过 如果爸爸承认做了 那么爸爸只要受到奠基 但反之 女儿因为说谎 则要受到惩罚 公子还年少 在宫崎的逼迫下 他写下 某年某月 爸爸偷看我洗澡本罪行 至于这个真实性嘛 大家可想而知 爸爸呢 则失口否认 但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罚 他也是很纠结的 父爱一开始是很伟大的 他承认了并没有犯下的所有过错 替女儿接受惩罚 但时间久了 这一举动彻底击败了他们的底线 为了自己少一些痛苦 只能牺牲罪爱 而到了绝望的边缘时 爱还存在吗 他们开始慢慢胡扎 直到最后 在两人的眼里 没有看出不舍与怜悯 宫崎这一招 先让人有所依赖 之后助其孤立 道德底线公婆 价值观转变为宫崎理论为上 最后如同形式一般 没有自我 没有思考 没有情感 只有唯命是同 以及无限的恐惧 在这段时间内 亲自根据指令 为宫崎搞到了1400万日元 随后因为人缘已尽 信用透支 再也完成不了宫崎的指标 每日遭受惦记的酷刑 而每一次呢 宫崎都要求其女儿公子 在边关站 不能闭眼 最后一次 再受到惦记后20分钟 亲自身亡 为了确保他已经断气 并不让外界发现 宫崎要求说 孙和公子去处理尸体 而这所谓的处理 就是大卸八块 蒸住后打泥 装住瓶中 抛入大海 其实动作呀 都是公子在进行的 孙只是在一旁指挥 因为他已经身怀六甲 而且临近产气 也悄悄了 在几天后 孙的二儿子出生 公子就将这一笔照 全都记在了孙和他的儿子头上 他表面是不敢有任何违背的 但内心除了痛 还产生了抱负 事发后 你可能要问 那么为何公子不逃离魔杖 请问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能想到这一步吗 况且 孙又太海强迫公子 写下了自己杀害父亲的罪行 如果逃走 就到警署告发 公子只能像往常一样 按照宫崎所安排的 定点定时去学校报道 并在学校期间 他不与任何人交谈 每天晚上回家之后 也要向宫崎汇报当日的事件 孙呢 则在一边监督着 他也会每隔十到十五分钟 向宫崎汇报 如果两人说的内容有所出入 那么其中一方 定会受到惩罚 公子为了取得宫崎的性账涯 他事无拘行 甚至天有加粗 说到这里 我就已经把发生在公子身上的 所有悲剧讲完了 当然了 公子一家只是采用了一个化名 因为个人隐私问题 还有公子还在世 据他后来所述 他在这七年里备受煎熬 一方面是想逃离 另一方面是想报仇 他不敢把事情告诉爷爷奶奶 因为他已经没了爸爸 失去对于他而言 也比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 来得更专情 其实在讲完了所有他的故事后 我突然觉得 他是一场的陈述 因为除了亲眼亲手处理爸爸后 其后发生了更惊悚的事件 他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那是关于一旦孙女士的故事 由于情节更为离奇 我会在下期和大家一起细讲 不仅仅是案件的本身 包括所涉及其中每一个人 他们都承受着一种 常人难以煎熬的苦难 好了 谢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次见